1218公投4个都同意的理由 到彭文正欲投4个同意 拉下大骗子第一步 12月16 2021 本周六将举行四大公投 民进党力推4个不同意 国民党侯有疑门我思故我在 我个人则将投4个同意 因我认同彭文正说公投4同意是拉下大骗子第一步 4个公投的荒谬是反核4为何不把核1和2和3停机 早交三接千件好处是可以减少台湾大量投入天然气发电大增排碳与花大钱发电的恶性循环 至于反莱猪是基于识安示台湾人活得健康的最后底线 公投榜大选更是减少人民花在投票上的时间成本 所以我4个都同意 这与我思故我在层次不同 如果探讨4公投意义 我的态度其实更不一样 我认为台湾既然反核 就该和1和2和3立即停机 而为了环保 火力发电也该停 包含煤炭火力发电及天然气 而所谓氯能发电的器具如风机 太阳能板生产过程都有莫大污染 所以 台湾除了水力发电以外都不该盖电厂 如同反核论述 没办法处理发电过程的污染就不该发那种电 不应该把污染外部化 台湾人既然不该把核废污染丢在核电厂语来语 那也不该把锋利发电低频丢给当地住户 太阳能板污染丢给生产的 那如果没电呢 没电就重回农业时代 难道台湾人要牺牲别人照亮自己 至于如果反核 其实也该反莱猪 这种用人工集中饲养动物还下药给猪吃的方式不人道 养动物过程大量消耗环境资源制造温室气体是残害地球的 为了爱地球 其实应该吃素 何况是莱猪 谈到公投榜大选 我未来不想投票给任何政客 因为台湾的变态选举回馈会让得票超过门槛者的一票就有30元选举补助金 政客越选越有钱 我才不要帮助这些垃圾发财 如果公投榜大选 至少大选除了政客狗咬狗外 还能听到一些稍微有营养的辩论 而不是政客满口大便 这是好事 综上 若以环保至上 当然反莱猪 三接千件 至于支持重启核四完全就是一个反对蔡英文目前能源政策的表态 公投榜大选则是没有营养的台湾大选唯一的价值 平心而论 目前台湾公投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 因为如果把公投当成至高国民主权的展现 民进党政府可以不甩或者动用大法官会议用事现方式指导立法 很多人认为如果此次不支持民进党 未来台湾就没有民主选举了 但事实是 台湾进入民选独裁时代后 台湾已经没有民主选举了 那还投公投票做啥 唯一的理由 这是对骗子蔡英文唯一的大规模合法抗议方式了 因为如果你去抗议 说不定碰到假摔警察还会被检察官以妨碍公务起诉呢 Blackjack 2021年12月16日 1218公投彭文正遇投四个同意 拉下大骗子第一部 16点12分之5 13万202116中时新闻王李俊逸 12月18日公投 为何该投四个同意 资深媒体人彭文正表示 他个人主张三大原因 第一 要让民进党知道 民意已经沸腾了 是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 第二 国会议员从民意代表变成党义代表 被政党所绑架 所以人民才需要透过公投表达自己的意见 第三 大家只要知道 公投暗示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就够了 彭文正14日在其主持节目政经关不了表示 这次不用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公投的内容 因为一般人不管花再多时间